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那客厅的灯光泰暗对家运有何影响呢? 灯具在风水中又起着怎样的作用? 我们又该如何布置家居中的灯光呢? 大佬今天带大家学习了解一下这方面知识 1.客厅灯光泰暗对家运有何影响? 1.大户型客厅灯光过暗会造成财运流失 对于一些房屋面积较大的房子来说 客厅会成为一个非常关键的场所 如果客厅内的灯光过暗的话 过大的客厅就很容易出现一些灯光不够充足的阴暗角落 如果这样的阴暗角落没有足够的灯光照射 很容易带来晦气、煤气 让主人身上的旺盛运气产生影响 甚至会影响主人的财运 相对来说面积较小的房子只要一处地方有灯照 能同时照亮到别的地方 但是如果灯光太暗的话 也可以从别的地方借光补足光线 所以对于小户型人家而言 过暗的灯光对财运的影响则显得少了 对于现代人来说 很多商品房和小居房都只有个人居住 为了追求情调并不需要太足的灯光 二、客厅灯光过暗亦招惹晦气 如果客厅内一年360天都不开灯光 没有光线的通过 甚至白天窗户也不开来透光透风的话 那么这样的客厅很容易招惹晦气 不管灯光是暗与否 都应该隔一段时间通通光线和空气 带来新鲜气息 否则房子就会变得像陈年老宅一样阴森恐怖了 总体而言 客厅内的灯光应该尽可能明亮一些 才能让居住在里面的人聪明秀气 过于压抑黑暗的环境 会让人变得意识混沌 头脑愚笨 对于心态也有很不好的影响 长此以往钱财自然会流失 二、灯烛在家居风水中的作用 其实不仅仅是客厅 如果住宅内其他区域的灯光使用不当 也会对个人运势造成不利影响 这是因为从阴阳的角度来划分 用电能来产生光热的属于阴性的火 通过燃烧介质发出光热的属于阳性的火 现代社会大家日常生活用来照明取暖的 绝大多数是通过电能来实现 而属阳性火的灯烛主要是用来点缀环境 烘托气氛 在家居风水学中 核底使用好灯烛布局 可以有效地调整主人的各方面运势 一 提升事业运势 从事特定行业的工作的人 可以在家中适当使用烛火 加强事业方面的运势 这些行业包括文化 教育 电力 冶金 传媒 娱乐 通讯 网络 演绎 餐野 房地产等 摆放的位置在家中的东北方 西南方和南方 二 增旺财运 社会上很多对风水学一致半解的人 都认为水是代表财富的 其实火同样有催旺财运的功效 尤其是从事贸易 服务业这类的行业 灯火有着非常重要的风水作用 大街上那些灯光昏暗的商店 餐厅 绝大多数都是经营惨淡的 经营场所以及家中的财位 必须要灯火通明 财运才能顺畅 赚钱能力才能增强 摆放的位置在店铺的财位 以及家中的大门窗台四周 三 感情运驾 烛光能够给人温馨浪漫的感觉 在与爱人共处时 点燃几盏烛烛火 能够拉近彼此的距离 增强感情氛围 弥合矛盾纠纷 我们很少会看到一对恋人 在烛光中争执吵闹的场景 就是这个道理 摆放的位置在家中的桃花位 以及餐桌 厅堂 卧室等处 四 有利身体健康 出生在冬天的人适合在家中点燃烛火 以暖色烛光更佳 可以达到调节身体阴阳寒暑平衡的效果 人体内的阴阳五行达到平衡状态 自然就会百病不生 健康长寿 心脏功能较弱的 可以将烛火摆放在家中南方 脾胃虚寒的 可以将烛火摆放在东北和西南方 肾阳虚亏的人 可以将烛火摆放在家中北方 有风湿和关节炎的人 可以将烛火摆放在东北和东方 三 家居中怎样合理安排灯光照明 一 款式与家居设计协调更佳 从风试上讲 灯式的款式选择上没有多大局限性 可自由选择适合自己所喜爱的款式 如与家居设计协调更佳 灯式选择的好可助运 如古典灯式它具有古典韵味 朴实而有内涵 起镇宅作用可助事业运 时尚灯式设计新奇现代感强 起助人进步催财作用 而华贵灯式华丽高贵大方体现 起到的是助人望气的作用 水晶灯式高雅华贵 星光耀目 起到望财作用 渴望家中气场 此外也有风水师以为 家中有两种款式的灯 一般不宜使用 一类是烛台形的吊灯 这类灯在风水学上被称为主丧之像 尤其是白色的烛光 由于类似传统上 丧葬之里用的白蜡烛 所以极容易为家中长者 带来心理阴影 从而影响健康 第二类是下垂式吊灯 由于减少了天花板与地面的视觉空间 假如设置在座椅之上 会令作者带来沉重的心理压抑 下摆处有尖角则更为不良 二客厅的照明应灵活多样 客厅中的活动很多 是家庭的焦点部位 主要包括会客 聊天 听音乐 看电视 与阅读等 为此照明方式也应多种多样 亲朋好友相聚 以看清客人的表情为意 一般采用顶部照明 如果室内高度比较矮 2米6左右 建议最好选用西顶灯 如果客厅高大 最好选用吊灯 听音乐看电视时 以柔和的效果为佳 建议采用落地灯与台灯 做局部照明 在电视机后方 安置一盏台灯 或利用灯投射 在电视机后方的光线 以减轻视觉的明暗反差 享受读书的乐趣时 能提供集中柔和的光线 并易于调节高度和角度的 落地灯或台灯 是不错的选择 客厅中的各种挂画 盆景 雕塑 以及收集的艺术品等 用鲁素光源轨道灯 或石英灯集中照明 以强调细部和趣味点 突出品味与个性 三 餐厅的灯光 要增添温馨情调 餐厅的照明 应将人们的注意力 集中到餐桌 光源 以采用向下 直接照射配光的 暖色调吊线灯 安装在餐桌上方 0.8米左右处 灯具能够自由升降更佳 如果受空间所限 餐桌位于墙边 采用小巧的壁灯 配以顶部桶灯 可为餐厅增添温馨浪漫的情调 四 卧室要注意总体照明 与装饰性照明相结合 卧室照明的出发点 是以总体照明的主要光源为主 再配以装饰性照明 和重点照明 来营造空间气氛 一般我们可用一盏西顶灯 作为主光源 设置闭灯 小型射灯 或者发光灯槽 桶灯等 作为装饰性 或重点性照明 以降低室内光线的明暗反差 如果我们有在床上看书的习惯 建议在床头 直接安放一个可调光型的台灯 灯具内安装节能灯 或冷光卤素灯 可避免眼睛疲劳 5. 厨位照明 健康实用为主 厨房灯具的选择 应以功能性为主 顶部中央装一嵌入 是吸顶灯 或防水防尘的吸顶灯 突出厨房的明镜感 在做精细复杂的家务 如配菜 做菜时 最好在工作区 设置局部照明灯具 如在吊柜的下方 安装天花设灯 或荧光灯管 有些绰油烟机 自带有照明灯具 注意选用的灯具 应该防水防尘 安全且易于清洁 6. 卫生间光源 应选择冷色调 洗手间与浴室中 安装的主照明灯具 可以是防水防尘的 吸顶灯或嵌灯 光源色温 应选择冷色调 镜前灯要有能防水 可调角度 方便洗漱及化妆 7. 家中已敞开三盏灯 不管布局如何 一般来说 家中有三盏灯是必备的 首先是明堂灯 大门前的区域 或是住宅的明堂 其上安置指示灯 有助于明堂后 各家住宅的运势 起到共同繁荣昌盛的作用 其次是长明灯 家居中安置长明灯 即彻夜点燃的灯火 在夜间家人入睡后 家中的活动能量降到最低点 点燃此灯 既有夜间出入照明之用 又可增补家居中的能量 使其保持一定的水平 有利于催旺家居 第三是裁卫灯 近门对角线45度处 是风水上的形象裁卫 用灯照亮 可令全家前途光明 除了上述这些大佬提醒 家居灯是一般不宜选择红光灯 即有大幅度闪烁的霓虹灯 做装饰 容易令人产生浮躁不安的心理 因此建议大家也一定要避开 好了 今天的分享就到这里 愿您实时心清静 日日是吉祥 期待下次与您的分享